26号阿富汗首都克布尔机场 遭到恐怖组织ISIS-K攻击 超过百人死亡 先前有许多国家担心 阿富汗会再次成为恐怖组织的温床 对此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 副教授崔敬奎认为 阿富汗境内的恐怖组织 很可能会利用当前的局势 壮大力量 像这次犯下这个恐怖攻击事件的IS-K 还有就是盖达组织 那另外还有一些就是 伊斯兰激进的恐怖组织团体 加上就是台湾现在没有办法 完全控制整个情势 那整个社会就是动荡不安 其实是很有利于这些激进的 伊斯兰恐怖组织团体 做这个势力的扩张 甚至是借此来招募新的成员 所以我觉得是有高度的可能性 政大阿拉伯语文学系 助理教授张景安认为 2015年IS-K出现时 塔利班就曾试图压制 失败后该采核谈策略 但依旧没有成功 特别是在现在没有一个 所谓的这个大哥在里面压着的时候 至少会有更多的这个团体 开始进行一些攻击 互相的攻击一定是更多的 会不会有这样的地方 就是要看西方国家的作为 他们要怎么做 就像美国说要报复 好那你报复到什么程度 你是要像打击兵拉正那样的出力吗 还是说你只是讲一讲 然后就把你的人撤走 然后就不再管你的地方 如果西方坚持说 我们把它打击掉 那我觉得相对来讲 我们看到恐怖攻击的 这个出现会相对变少 可是如果反思的话就变更多 2001年 美国之所以攻打塔利班 就是因为塔利班支持的 盖达组织攻击美国本土 也就是震惊全球的911事件 那塔利班掌控阿富汗之后 是否会让这样的恐怖攻击重演 学者认为 虽然恐怖组织的威胁仍然存在 但不太可能再出现大规模的 恐怖攻击事件 他应该不太可能会看到一个 双子星大楼这种事件发生 可能会有个这样的小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整个的 这个情况网络变得更加的 这个兼顾 再来还有什么 他们跟这些所谓的中东国家 这些所谓生产 就是有恐怖 发生这些国家的政府 他们平时是有一定的 持续上的交流 学者崔敬奎也表示 从2001年之后 发生在美国本土的恐怖攻击事件 只有非常少数来自境外 从小布希时代开始 美国成立了国土安全部 以及其他策略 已经有效地阻绝来自境外的 恐怖攻击行动 但欧洲国家可能比较会遭受到 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恐怖攻击 新唐人亚特电视 张其林综合报道